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义政经营 今天是2024年9月19号 我们今天继续带来 黄金白云的每日交易指南 首先我们看一下 今天有什么重要数据 那么街上上有8点30分 美国的初勤施业金人数 那么相比于 昨天晚上降息的话 施业金人数只会反映 美国经济状况的一个情况 所以它的一个影响 可能不会特别的高 因为市场预测也是23万 变化不是很大 第二点还有费城的联储 自在位指数 这个也是可以忽略不计 另外在10点钟会有 乘务销售总联化 以及资商会领先指标月率 那么这两个指标都可以看一下 但是对行情的影响 也就在5到8美金之间 即便这个数据有很大的变化 也是5到8美金的一个 瞬间的一个拉伸 然后就很难有后续这种刺激 所以这一类的数据 我们观察一下就可以了 下面关注下基本面 所以我们看第一点 美国开启了4年以来 首次降息 那么有什么影响呢 其实降息这个东西 可以从很多很多的角度 去做一个解读 我们从这个交易的角度 给大家去聊一聊 那北京时间周四凌晨2点 美国联储宣布 联邦基准利率 以50个基点的降息 大手表迈入了 2020年3月份以来的 首次降息 这也是一个真正的金融转折点 也是一个格局的转折点 那么解读降息呢 相信网上已经有很多了 我们从交易的角度去看一下 首先第一点降息的话 意味着美元会流出市场 对吧 因为你不需要那么多的利息 大家也不需要那么多钱去存 而且你这个息降下来 我可以带更多的美元 这个压力会减小 会促使这个美元 或者说这个钱呢 流向市场 以缓解这个美元 回流美国的一个速度 对吧 其他地方经济不好 放在美国 可以赚很多的利息 都现在降息了 以及有持续降息的 一个预期的时候 那这些钱呢 可能就不急于去存去美国了 而是去寻找 在现实这种东西 什么经济呢 可以去投啊 什么去做 以刺激这个复苏啊 以前不敢做的事情 你们现在金融环境 放松了 也敢去做了 虽然降息会带来 金融市场宽松 以及贷款等压力的减化 有可能刺激这个经济的发展 使得更多的资金呢 很可能会专注 创新和经济复苏 会释放长期的 这种恐慌指数 也就是说 现在大家对这个经济的复苏 低远政治的冲突 都比较焦虑 认为这个市场呢 找不到新的发展方向 其实全球去看呢 很多地方还是欠发达地区 很多人民的还没有 过上好的日子 还有很多的市场是可以打开的 对吧 很多的资源 很多这种人利益的成本 资源这种交换 其实也没有完成的 所以全球角度去看呢 其实还是有发展的一个空间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去看啊 长期利空黄金 就是降息 会使得这个资金呢 变得更为的冲动 更为的激进 更愿意去刺激这个实体经济 因为实体经济一旦好转的话 你这个黄金的避险需求 就会大幅下降 但是这个角度呢 需要很长的时间周期 所以说呢 这个降息啊 只能说在未来 长期去看呢 为黄金呢 埋下了一个长期的空头 但这个角度呢 有个前提条件 那就是你这个经济啊 有复苏的信号 那要观察经济的复苏 怎么样你都要三个月左右 所以这个角度呢 对于我们做黄金呢 其实影响不是特别的高啊 第二点呢 就是降息呢 意味着货币有可能泛滥 就是第一点的一个反向 因为你这个降息 虽然很多美元呢 会流出去 但是这一钱假定 跑了一圈 发现没有很好的投资方向 那你这个虽然是降息了 但你利息依然是属于要高 所以这个货币呢 就会进入到很多的金融市场 去炒作 那么就会有可能让这个 美国或者全球的通胀 有可能反弹 全球的债务有可能增加 因为你降息了 贷款的成本呢 降低 那大家去贷更多的款 是不是意味着债务就会增加 那么这些就会对黄金呢 产生利多方面的一个影响 而且这方面呢 短期啊 就能通过一些经济数据呢 反映出来 所以市场呢 更愿意啊 看当前这个逻辑 就是降息 货币增加 通胀很可能会反弹 然后环境会涨 这个逻辑呢 现在市场是比较愿意去看这个逻辑为主 三点啊 就是降息的关键呢 是后期的一个预期 从这个欧洲的角度降息去看呢 这个欧洲啊 是先于美国降息一两个月 对吧 那其实你看 它现在降息对经济帮助大不大 不是很大 所以当前呢 即便美国降息啊 从经济角度 很可能会刺激这个经济复苏 有可能会在这方面利空黄金 但是资金也不会在短期里面呢 大量的逃离这个黄金 会观察 会等待啊 就降息后呢 黄金最有可能下跌的月份呢 很可能会在10月份 或者10月到12月份之间啊 就这个市场去观察这个降息的效果怎么样 有助于刺激经济复苏 能够刺激啊 各国的一个 证明这个降息啊 这个钱啊 流到了实体经济 没有带来很明显这种通胀反弹 那么这个时候黄金才有可能下跌 最后一点呢 就是从这个货币之争啊 大家都知道这个美国一旦降息啊 那就意味着什么 可能从美国 从美元的角度 就是美元这一轮的收割 很可能就结束 或者说失败了 那么这个美元很可能会持续的下跌 因为你这个美国该收割的一个方向 该收这个点呢 可能还没有实现 没有达到战略目标 就已经提前啊 有这种投降的意愿 在这种条件之下呢 美元的下跌呢 会带领这个黄金的反弹 所以中上所述的这个美元储 降息啊 有很多方面解读 它可能是利空黄金 有很多方面呢 去解读 很可能是利多黄金 但是从当前能够看到的方向去看呢 黄金呢 不太可能出现反转级别的大跌 市场当前呢 会更倾向于利多的条件为主 第二点 我们看一下这个鲍威员呢 昨天晚上也讲了 我们看一下鲍威员讲了什么东西 鲍威员表示了 没有固定的利率路径 也就是说未来 我们领储降息多少 怎么个降法 你们不要瞎猜 我们有自己的一个节奏 我们有自己的步伐啊 以后很可能会降一下 不降一下 就大家不要去瞎猜啊 这是第一点 鲍威员表示呢 制定者权力聚焦于通胀和就业的双重任务 再次强调他们的一个直指 美丽水现在越来越先相信呢 在调整政策利率的同时啊 就会失衡的强劲势头呢 可以保持下去 其实纵观鲍威员 昨天晚上的讲话呢 无非就两点 第一点啊 就是现在美国经济呢 还非常不错 这一次的降息呢 是因为有了这个前置条件 通胀大不下跌 以及这个就业呢 保持良好 这两个前提条件之下 国美能处才去降息的 跟其他地方没有关系 另外一点呢 他认为啊 美国现在没有任何问题 美国的经济呢 没有任何问题 依然保持非常好 非常健康 所以呢 就给市场打气啊 告诉市场呢 这一轮的降息呢 不是一个终点 所以这是他一个整体情况 打太极概率会高一点 没有很多很特别这种关键的信息 下面关注下其他一些基本面 所以看第一点啊 就是这个七月份呢 美国在公布数据啊 中国呢 在六月份开始进行一个 中国在六月份增持了美债以后呢 七月份呢 继续减持美债啊 但是减持的空间不是特别大 减了37亿 说明整体的一个节奏啊 其实并没有变化 第二点啊 就是这个机构呢 看跌这个原因跌到60美元 那么他们看跌的这个条件 我们观察了一下啊 其实并没有很强这种说服力 还是从这种 欧佩克加呀 这种角度没有变 所以可以看到整个原油市场 其实并没有很大这种心意啊 大家普遍认为这个油价是涨不上去的 另外有一个点很重要 就是联合国大会呢 已经明确投票了 未来12个月 以色列要撤出 并且归还侵占的一个土地 也就是给这个以色列发了最后的通牒 我们看到现在以色列是紧急的调兵 那么既然发了最后通牒 意味着这个中东地区呢 很可能要有一次决战的机会 也很可能会在未来12个月里面呢 这个以色列被慢慢慢慢给消磨掉 最终呢 答应回到谈判桌 签下这个协议 或者说归还这个土地 也是有可能 但不管怎么样啊 至少呢 已经下了个通牒以后呢 中东地区在未来12个月的冲突啊 随时可能出现 这一点我们认为对于 原油而言的短期是一个利多的 就是这个以色列没有来起的时候 都对这个原油呢 产生一定的支撑 所以跌到60美元 这个概率呢 虽然说有啊 但是目前我们去看呢 不是很特别大 另外这个以色列紧急掉边啊 五角大楼担心其将对 尼巴兰发动地面战争 可以看到这个美国 其实现在不愿意插走这个以色列 他只愿意去做援助啊 但不愿意亲自下场去插手 这一点我们需要观察啊 观察一下这个中东地区 是不是真的到了剑拔鲁张的时候啊 这个美国还能忍得住 现在已经联合国大会 已经投票过了 12个月的时间里面 变支分枪 那么接下来这12月呢 就是非常精彩的12个月了 大家可以多多关注这方面的消息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基本片 可以看到了今天的消息啊 还是比较多的啊 但核心呢 还是美国真正的开始踏进降息周期了 那么一旦美国开始踏进降息周期 意味着股市呢 将有可能持续的好转 这个好转可能要有一个月走一个缓冲期啊 刚才没讲了 对吧 要看这个美元啊 是什么一个情况 所以接下来这个10月份啊 大家多多关注啊 这个A股如果是大跌的话 可以考虑啊 多多的去关注和布局 还没关注我们 一正经营票点点关注啊 关注一正经营黄金半月投资不迷路 下面进行技术分析 我们可以先把交系统给他去做个解盘 我们首先看一下黄金的生物图 在生物图里面的这个黄金啊 目前我们是看涨到这个91附近啊 这是我们法则最后的一个第一阶段 最大的一个阻力位 这个位置呢 我们更相信他会有微调 在这个位置呢 可以做空啊 做空归做空啊 但一定要严格射止损 基本上如果说这个黄金啊 一点都不停留 直接涨上去 突破这个2591 你占稳这个价格 那下个目标会去到什么位置呢 下个目标我们看涨到这个2631和2624 这是第一个目标 2631这位置30 你可以挂个单 放个空 这个位置没问题 第二点呢 在这个2591附近呢 可以啊 注意一下清仓做空 如果在这位置明显有下跌啊 有大跌 那你就可以再次的补仓啊 看跌到什么位置呢 我们看做一个震荡 就是这个位置 昨天晚上这一个空间啊 我们是看破不了的 很可能就在这个形成一个三角形 所以这个上升趋势线 它是有用的 大概会在这个2565 2570这个区间呢 你可以继续的买涨 这是一个黄金啊 所以黄金我们更偏向于什么呢 昨天晚上这个2600 你没有明显的突破上去 而是跌回来了 就会在这位形成一个震荡的一个走势啊 这种概率会高一点啊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个区间的低吸高化为主 但总的一个思路呢 刚才我们讲了 有低吸的机会 你还是以低吸为主啊 下面看一下原油啊 原油在生物图里面呢 根据我们法则啊 上方的目标两个 第一个是72.12和71.89 当然已经到了到了这个位置 在这个法则目标呢 是不是有个回调回落啊 这是我们法则的一个目标啊 第二个呢是在73.38和73.14 那么挂单的话可以挂73.38做空 那么现在这个原油交易就很简单啊 第一在这个位置呢 做空啊 72附近呢 做空 止损呢 设在72.2 一定要设止损 因为突破 因为如果说它有效突破 站稳啊 我们会继续的反向的做多啊 那么会看跌到什么位置呢 大家会看跌到71附近 71附近 因为在四小图里面这个原油啊 它还是一个多头为主 而东方分界呢 目前是在70.4和这个71.1啊 那我们更相信呢 会在71.1这个位置啊 会比较看好一点 挂单的朋友可以挂在这个70.4呢 存一个多单啊 在这里面挂单放一个 没有问题 就这是一个原油啊 就看这一个空间里面 震荡上扬为主 长一长跌一跌 长一长跌一跌 但总的一个思路呢 还是看涨为主啊 大家看到这个73附近 像我们看这个白银啊 白银呢 目前在法则里面的生物图啊 已经涨完第一个阶段 并且在这个位置反复啊 有震荡突破的可能啊 所以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白银呢 如果说思路图能够连续站稳 我们会继续的买涨 看到什么位置呢 看到32.19 也就是看32 32.19这个位置 思路图里面只有收盘啊 收出一个起点可以线 并且跌回这个31.2以下 我们才有可能看回落啊 回落到什么位置呢 在30.6附近 所以这个白银的话 目前是继续的看涨啊 那么30.6呢 可以挂单放一个多单啊 32.2呢 可以挂一个单 放一个空单 而当前呢 观察这个思路图啊 能够出现连续站稳啊 就是在每盘啊 7.5以后 8点钟左右 还是跌不破这个31.2 那就继续买涨就可以了 如果说8点半左右 如果说8点钟左右 它已经明确的跌破 31.2 那你就看空 看到这个30.6附近呢 再买涨就可以了 所以总的思路还是以DC为主 那么关键的阻力位呢 你可以做一些短空没有问题 下面看下这个美元啊 美元呢目前我们是继续看跌为主啊 虽然说这个平台啊 有所反抗 但是根据我们法则 在周线级别啊 这个美元呢 未来的目标会看到98.8和98这个区间 这是一个周线级别空间 还是比较远的 在中途里面 基本上这个美元啊 看空的点位在两个 第一个是100.1 第二个是呢 99.58 这两个是美元看跌的目标 那么这个美元啊 什么情况下会看涨呢 那目前这个摄像图的多空间是在100.8 所以这个美元啊 基本上只有突破100.8 才有可能看涨 比较好的一个做多点位是在100.1 这个就一直附近呢 再去买涨会好一点 所以这些就是一些关键的价格 那么这个美元呢 整体趋势呢 还是偏空为主 偏空为主 好 以上就是我们抑郑经营啊 K线法的交易系统带来的解盘信息 想要学习K线法的交易系统朋友 欢迎大家加我们的会员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记得点赞加关注一键三连 有任何问题啊 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共同交流 我们下一期再见 再见